好,我們這個單元呢 要來教你一個非常實用的技巧 也就是要怎麼拍攝出一道白色的光牆 像是畫面中的這個樣子 一道白色的光牆 不但可以讓你省去場景搭建佈置的時間 在視覺上的呈現也非常具有簡潔的美感 而且幾乎適合任何主題內容的拍攝 但是很多人在拍攝光牆的時候 常常會出現這些問題 像是光牆不夠亮 或者是陰影太重了 這些原因都會導致影像的品質大幅的下降 失去了原本我們想要塑造一道光牆的用意 所以我們就來學習要怎麼拍攝出一道好看的光牆 第一個步驟 我們需要找一面白牆當作拍攝的背景 如果你沒有合適的牆面 那建議你可以使用背景支架來搭建喔 第二個步驟 搭建好背景之後呢 再來我們所要拍攝的主角就要進場了 那這時候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就是不管你的拍攝內容是人物或者是商品 一定要跟背景保持一段距離 不要緊靠著牆面 因為如果離牆面的距離太近 就會很容易出現下面這些問題 第一個 等一下你打光的時候 牆面上的陰影會很重 第二個 牆面的斑駁紋理 或者是布幕上的皺褶都會更容易被拍攝出來 畫面就會不好看 OK 所以呢請將拍攝的內容離背景要有一段的距離 第三個步驟 拍攝的內容就定位之後呢 我們就要來架設攝影機 那如果你拍攝的內容是人物的話 這邊建議你在取景構圖的時候 攝影機鏡頭的高度呢 要跟拍攝對象的視線等高 這樣的拍攝視角看起來會比較舒服 第四個步驟 我們要來進行打光的動作 那在前面的單元中呢 我們有學習到3.4打光法 但這邊呢 我們要做個調整 因為如果想要拍攝出一道光牆的效果 光源的亮度以及光源的平均度 都會是重點 所以呢 我們要使用兩盞燈光 來用這個角度朝向背景來打光 讓背景牆面的亮度呢 能夠平均的提升 好 再來是主角的部分 我們這邊可以用兩盞燈光來打光 一盞主光 一盞輔光 OK 那這邊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喔 就是背景牆面的亮度 一定要比主角身上的亮度還要亮 所以假設背景兩盞燈的亮度是100% 那麼主角前方的主光就可以是60%的亮度 輔光呢可以是30%的亮度 那當然 主光跟輔光之間的比例 你可以自行再做調整 第五個步驟 好 我們現在可以來準備拍攝了 記得喔 中間曝光值的選擇 一定要在人物的臉上喔 這樣一來 背景的亮度比人物更亮 這時候呢 背景就會變成曝光過度的狀況 就會形成一道白色光牆 OK 那我們來總結一下重點 拍攝的內容一定要離背景有一段距離 以避免牆面上有陰影的產生 然後呢 背景的亮度要比拍攝主體更亮 這樣的話 背景才會變成曝光過度的一道白牆喔 OK 那我們再來複習一次 第一個步驟 我們先找到一面白牆 或者是搭建一面白色布木 第二個步驟 請主角進場 並且要跟背景保持一段距離 不能僅靠著牆面喔 第三個步驟 我們要架設攝影機 要記得 攝影機的鏡頭高度 要跟拍攝對象的視線等高 第四個步驟 進行打光 我們先使用兩盞燈光 用這個角度 朝向背景打光 讓背景牆面的亮度 能夠平均的提升 再來是主角的部分 我們這邊可以用兩盞燈光來打光 一盞主光 一盞輔光 第五個步驟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開始拍攝了 請記得喔 中間曝光值要定在人物的臉上 背景的亮度比人物更亮 才能夠形成一道好看的白色光牆喔